不要擦香水 9月就高气爽民众就团爬山 但要小心比较容易被蜜蜂咬 北戎毒物中心统计2001年到2021年 因为风遮伤通报共有661名病人 其中46人占7.5% 有29人严重中毒 17人死亡 蜜蜂和胡蜂遮伤主要发生在夏季和秋季 9月通报人数达到最高峰 该做好防护措施就可以了 但是防护措施就是自己要保护好自己 但是盯到的时候不要去拔它 动它赶快送医 那边礁伤我觉得比较少 深山里面应该会比较多 注意看就是如果树上有那个蜂巢就要避开 那有一两只出来的话也要避开 不要去挥它 反正就是赶快走就对了 长到户外的民众都知道怎么自保 但目前正值风遮高峰季节 北戎分享日前有民众去阳明山风跪嘴 被使几只虎头风遮伤 包含躯干手脚都是伤口 后续引发凝血功能异常 恒闻肌溶解 左脚踝伤口蜂窝心组之炎 被收治住院治疗四天 大部分的风遮 其实真真不会留在身上 如果真真还是有 真的有人在皮肤上面的话 就想办法把它移除 伤口的清洗跟皮肤 那尿是绝对没有用的 那以前也有人用胺水 这个也都是没有用的 移除这针别直接用手 再用清水冲洗就好 黄腰湖峰是平地常见 近郊浅山的黑腹湖峰 则是攻击力最强 不管是阳明山或内湖南港 山上蜜蜂种类大同小异 没有特殊差别 一是提醒被遮伤 超过20个地方 严重中毒或死亡的风险高 另外出现过敏 也要尽快就医 户外活动 别穿鲜艳衣服和涂抹香水 才能避免被风遮 TVBS新闻许佳瑞红 就会找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